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一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富足人生一百问的单元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跟分享很多人际互动 或者是健康 财富上面各式各样的烦恼跟问题 那么其实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经常跟大家做很多的分享 那也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有收获 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 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泰杨胜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小雨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很多人听了这个节目之后 开始陆陆续续的到 全省各地的精英会当中 去参加 那也有朋友呢 去参加导师开立的讲座 那我想也帮一些 可能还没有参加过的朋友 来问问导师 好 就是说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精英会呢 每个礼拜一天的时间 精英会呢 很多实际参与的听众 学员或者是读者 他们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在精英会里面 大家相互交流 共振 以及把这个书里面的这种重点 点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这下子我们看书 不是自己在家单枪 拼码的看了 每次参加精英会呢 都好像是一把钥匙 让这个书和它之间的 紧密度更加的结合 所以每次都去开了 一副锁 两副锁这样子 发现好像 越来越能够进入情况 越来越掌握到 这本超义生密码 以及我们所有的系列重书 跟读者之间 要传达的一些重点 他们觉得非常可自已的 有这么样打的收获 我自己去参加精英会啊 第一次去的时候 觉得还迷迷糊糊的 还在了解跟熟悉 那第二次去呢 就可以感觉到 确实有大家一起 去读书中的字句 会更了解书中 要讲的意义跟内容 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难以形容的过程 那结果你参加完 这个圆满人生经历会 有没有觉得 比较充实 比较心安自在的感觉 而且是早上起来 看到太阳就会觉得 哇充满了感激 然后在生活中 很熟悉的感觉 对很熟悉的感觉 而且在生活当中的运用呢 你会发现 像有时候生活中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那尤其有很多人说 人不开心 有90%来自人际关系嘛 那有时候在人际关系当中 觉得好像有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就会转换那个想法 一开始都会觉得 烦死了 希望不要再看到这个人 那现在呢 我就转成 我感谢这个人 我觉得这一点 就帮助我非常非常的大 是 而且在这个所有的这种精英会啊 分享会 听到别人的例子 然后再想想自己平常日常生活中 有时候就会有一种连结共振 然后自己也知道 生活上有一些什么需要做微调啊 什么地方要需要大刀扣斧的 赶快赶紧的加油啊 嗯 那越来越感受到 在这个系统 它的进步越来越大 嗯 对 所以在精英会当中呢 会一起来阅读 每个精英会 他可能阅读的书籍都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超级生命密码的精英会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你适合的场次来参加 那除了精英会以外呢 在导师其实在 6月15号到16号 在桃园巨蛋体育场 也会有一场天地恩情总是爱的 寻回讲座 以及实修实练课程 那也想请导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这个天地恩情总是爱的讲座跟课程 主要的内容会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是 我们6月15号礼拜六呢 就是下午几个小时呢 齐聚在桃园巨蛋呢 能够以歌会友 这一次呢 我会再做12首新歌 跟大家见面呢 以及加上前面的三十几首其中的几首精华曲啊 来参差的一起来表演啊 这一次我们也会请到 这个艺人和我们 Q文化的这个志工或者是歌手 来一起参与这场盛会 好比像是一种音乐的饗宴啊 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 哎 上那间可能参与者 某一个感触或某一个想法的连结 他可能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本来想不通就想通了 嗯 本来不能觉得很顺的 哎 上那间觉得怎么回事 但是一参加这活动 好像事事都损了 嗯 然后很多的际遇也不一样了 嗯 那么这些 种种的收获 在我们去年啊 这个12月和6月分别的这个大型活动啊 嗯 的的确确有许多的这个朋友 他发现只能用不可思议几个字来形容 嗯 怎么会有这么样的神奇的效果 嗯 就这边坐着听着歌曲听着听着 生命就改变了 嗯 然后本来还以为是错觉 嗯 还发现还好事来的还不止一件 嗯 好像一来报道 全部都来报道了 对 就很惊讶说 哇 怎么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开启 啊 幸福人生的这个大门啊 嗯 所以很多人也都有他们自己的 这个心得啊 以及见证 嗯 啊 经常在 呃 我们的这个 脸书啊 或者是 LINE的群组啊 嗯 大家都在里面交流 嗯 都觉得 的的确确 不能 都错过这场 很重要的盛会 然后第二天呢 6月16号 我们是一场 实修实练的 那所谓的实修实练的课程呢 就是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 天地恩情总是爱啊 嗯 我们希望在这场课程的过程当中 让 与会大众呢 能够真正感觉到 我们现在讲说 天地有爱 啊 天地有情 嗯 到底这个爱 和这个情的感觉 的浓厚程度 我们希望藉由那一天 当天的课程 以及练习呢 让大家有一种 非比寻常的 啊 很深刻的感受 嗯 而且呢 我们已经 有着无数的学员 有着非常真实的心得 嗯 知道第二天的课程 非常非常重要 嗯 可以开启 他们更多的 灵性管道 嗯 然后更多的视野 以及逻辑啊 所以参加完这种 实修实练的课程之后 等于是又耀生了一大步 让自己的人生的 圆满度啊 更加提升 嗯 那很多人会想问说 那什么样的人 或是具备有什么样的资格 才可以去参加课程呢 嗯 参加课程的学员 最好是能够先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嗯 能够认同 嗯 那么进来这场 十九十年的课程呢 你至少不会陌生 嗯 而且你有相对的这种感觉啊 嗯 很信心 所以在这一天的 整天的实修实练中 你会觉得加分加分再加分 嗯 那结果就真的 我们经常有学员参加的 这样实修实练课程 就参加完第二天 就有人升官发财的 哇 真的 太神奇了 不管是在台湾 在马来西亚 在其他各地区 都有这样情况发生 嗯 而且来的这种 这种拜访的速度 他们自己也不自觉 后来事情啊 真的搞清楚的一想 哎呀 还真的是 巧合还真巧合 嗯 但像这种巧合 我刚刚提到 不止一味啊 嗯 已经很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了 嗯 所以还真的是 有的时候 到底是巧合 还是需要 用科学的验证啊 嗯 应该是要自己来做实验 比较准确 所谓的 预开了 嗯 那很多东西就好办了 嗯 我为什么在红尘中 急急 有的时候觉得 好像芝麻不开门啊 嗯 你用尽各种方法 好像就是 怀采不遇 是跟所有的人 学徒好像都 不是 近如己意 嗯 那么 有的时候 在我们超义生命法系统里面 真心愿意来改变 自己生活的学员 经过了这样的实修实验课程 一次之后 那次次都看到 自己在阶段性的成长 的确是让自己 非常非常惊讶 让他自己的家人 朋友 同事也都感觉很惊讶 哦 而且有时候会带动 着身边的人 跟着 有一些不同的 想法跟改变 对不对 是 之后 你知道这种感动啊 还不是成人而已 嗯 在 啊 一月 就今年的一月初 嗯 我们在 呃 张 是哪里 张 那样子 嗯 办了一个 身心理治养班 嗯 结果你知道 我们也是整天的课程 上完之后啊 结果 我在后台 结果我们一个学员 带他的 一个儿子 很小的小孩哦 大概 大概就是小学 一二年级吧 嗯 然后他到后台说 跟我说 他爸爸说 他说 他的儿子 刚刚执意 要他爸爸带他来后台 来干嘛呢 嗯 他要亲自 道谢 导师的 这样子的课程 哦 他觉得这课程 对他来讲 太有帮助 哇 我就问他爸爸说 我问这小孩子当事人 我问他说 你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吗 嗯 然后他还很害羞 哎 哈哈 他很害羞的 变点头 然后不好意思这样子 嗯 然后他爸爸就说 哦 这个 一 这个 课程一结束 他就 一直拉着他爸爸说 一定要到后台 谢谢我 哇 那我觉得这就是 哦 不分年龄啊 嗯 不管是 年纪小的 还是年纪长的 嗯 不分男女 哦 只要你有心 真心的 那么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的 不管是各种的讲座课程 或者是 建议会 分享会 你都会有发现 有各种不同的进步和成长 嗯 连一二年级的孩子 都可以有这样的收获 这是让人蛮惊讶的 所以 呃 刚刚导师也在过程当中谈到 就是你可能要先认同 或是你要先能够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书籍的内容 所以 如果是带着一种 质疑的态度去的 或者是带着一种 好像我就带着旁观者的心态去的 是不是会比较不容易进入到 或是了解整个课程呢 质疑的就是好像说 等于说坐在会场 就是两手买个姿势 对不对 嗯 然后就是想着说 赶快变把戏吧 我看你变出什么 有什么把戏 对 对 那这种往往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就是说 你在 呃 这个心啊 你有没有办法打开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课程 嗯 或者是所谓的法流的共证 嗯 就在那你的起心动念 嗯 那你起心动念是说 我倒要看看你能够变出什么把戏的时候 相对来讲 你的是 心是对立的 嗯 他是要在看到的蛛丝马迹他在说 我要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要不要再说吧 可能是这样子 对 所以往往这样子的心念来的朋友呢 做了一整天也没什么感觉 因为他心门是关的 嗯 嗯 他沾不到 嗯 但是真正有心或者是 呃 想清楚的 他真想要改变自己的 然后他把心门打开的这些朋友呢 嗯 那一天下来以后往往都是 呃 流连忘返 要 要这个 结束的时候都是流连忘返 嗯 很想再多聊聊 多谈谈 多看看 嗯 跟其他的学员多交流 嗯 那种发喜的充满 我想这种只有自己来感受啊 你才会知道说 究竟什么样的这种奇妙的 一种心态的变化 心情的一种 一种 以前没有的经验吧 对 那参加过以后你才会知道 究竟什么叫做发喜充满 嗯 我来分享我自己参加完 精英会好了 呃 过去呢 我参加一些不同的组织啊 读书会啊 我其实 比较多心情都是啊 时间赶快过啊 下礼拜又来了啊 你知道吗 哎 可是呢 参加完精英会之后的心情是 哎 下礼拜什么时候再来 好期待哦 哎 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也被我自己吓到 这样 好 所以 有机会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 来参加我们6月15到16号 导师来 啊 开办的这个天地恩情总是爱 那会有讲座以及课程的部分 带大家是做去做实修实练的部分 非常的机会难得 那如果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一些相关讯息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 02-5599-5439 02-5599-5439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先来听一首由太阳声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 天地的爱 在这里先稍作休息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 天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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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在 我深刻感受着 天地的爱 那奇妙的感觉 一直都在 天地的爱 天地的爱 爱能让你我穿在一块 天地的爱 天地的爱 好温暖 好可爱 你看啊 幸福花开 无边无际 光阔四海 幸福花开 光阔四海 有了交代 你看你看 天上人间 日月洗牌 一直都在 好可爱 自然灌溉 爱 失败 白雪 爱 爱又 沉暖花开 拼凭着 Hari埋 einem 落柔 永明 澱凤 爱 幸福化开 culture 酒 我们的喜 voices 旻在 天地的爱 音乐 ical 我们的与 say 好可爱 圆ό 迷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可能都是透过广播在空中跟导师这样子来了解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它也可以算是一种共振吗 还是说我们好像要到当面的面对面 可能会比较多的这种连结跟共振呢 当然这种就是所谓的认识的程度它的这样子的深浅与否 在还没有相互认识的时候 可能听听广播这些人已经觉得慢慢熟悉 但是如果熟悉了之后 那么参加过这样子的课程 在这样子的一个会场 见过面的时候 它会感觉到 那份感觉以及磁场的共振 更强烈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那很多的东西它就觉得说 还真是很奇妙的这种感受的变化 如果没有来到现场的话 它实在很难形容这变化的程度是什么 以及事实是什么 所以我们经常有很多的学员 好比我每个礼拜也会在我们 天文化的全世界的这个共修课程 来做讲课 那么很多学员呢 他在家里也可以收听 这样子的现场的直播 那或者是他来到这个课堂上 有这个projector 来看到我直接在美国这边 在上课的情形 他们就发现 自己在家里听直播呢 他来到现场 看到这个荧幕上的导师呢 他觉得这个感觉是悬殊很大 觉得还是要到现场来 甚至是这个projector打出来的这个样子呢 虽然不是真人 但是至少感觉很强烈的不一样 那等到我回到台湾 在北中南这个播放地点 真正在上这个共修课的时候 他们再来的时候 他们又说 哇这个感觉更强烈的不一样 所以他可能就是 有时候没鱼有虾也不错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 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面对面的话 当然他们 每个人的这种 感受心声 都是说能够现场 能够把握的话 是最难能可贵的了 嗯 其实我常开玩笑说 我真是很多辈子秀来的福气 我跟导师这样 几乎每个拜都会碰面嘛 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也曾经是 在跟导师说 我说 我们可能透过语音的方式来录音 跟在我们现场录音室 面对面的碰面录音 我说我比较喜欢 看到导师本人 那个真的是蛮难形容的 就是那种能量啊 讲话的感觉啊 都真的都很不一样 但是我听说 听说学员也可以跟导师 一起吃饭 对不对 可以一起吃饭 因为你知道 后槽啊 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像导师这种日理万机的人 应该是忙的 没有办法 跟我们一般的学员 坐下来吃饭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书 都会觉得老师是崇高的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跟老师是坐同桌的 可是我后来听到很多学员 他们也都跟导师会吃饭 然后就说在那个吃饭 言谈间好像就聊聊生活 琐事没什么 但是回去之后 他们的人生好像有开始一些些不同的改变 是 我经常在说 在我们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没有偶像 也没有很多玄序的东西 没有 那我经常说 我就是好比你们家隔壁的大男孩 大家可能是千万年秀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大家精神有聚在一块 所以我特别的西服西员 所以在全世界的各地的学员 如果在可能性的这种安排 那么你说要大家吃顿中饭或怎么样 我都是非常愿意的 所以经常很多学员跟我做同桌的时候 发现说 哇 这个是真的吗 怎么会是在一起吃饭 我说 我也是人 你也是人 大家都是平等 对不对 那当然不要把我神化了不好 这种我们一切讲科学的 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灵性成长中 大家一起的共振切磋 那么我觉得跟学员之间没有距离 大家一起都成长进步了 我觉得这些就是我对大家的收获以及心愿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在参加讲座 或者是参加课程的过程当中 就开始慢慢发现 可能自己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了 或是开始觉得 为什么那么突然就有一些成长出现了 所以像学员 有没有常常的跟导师这样做很多反应 说怎么参加好像这样的课程 这样的讲座 就突然一夕之间 或者说两天三天的时间 好像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了 是 其实我有时候就在讲 这一切都是我们心的抉择 你究竟要不要接受 要不要改变 那这个事实就会随着你的心在进步或退步 那么很多学员进入到超级生命系统之后 他们一心希望借由这样的系统 让他们自己的精神不但进步 而且能够在成长之后 能够在社区邻里 跟大家广传着超级生命密码的爱与感恩 让更多人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庭 你会发现这些有心的人 他就有这样的心 他就一步一步的 你说是很巧合还是怎么样子安排 他就真的很奇怪 他就真的是进步进步进步 然后一段时间再回来看 哇进步神速 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而且我经常在说 这个人家不是说 40岁以后要对自己的面相负责吗 所以我经常跟我们学员说 每个人一定要 要有每天照镜子的习惯 能够尽忠的你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看出的所以来 要提醒自己 哪里要修正 你就发现我们超级生命码系统 很多学员 因为很注重自己的心态的成长 蜕变了 发现他们的心 开始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 面相也不一样 真的所谓的面油行造的实验 就的的确确的看到这些事实的成果 所以在我们系统里面经常在讲 因为你的心的变化 心变美了 所以导致到后来面油行造的面相也改变 所以男的帅女的美 就不是神话 不是一个奢求 而是事实变化成这样子真实的结果 所以在我们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 很多人都说你们系统的学员 看起来气质啊 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那第一学学我们就是 教学员一定要合于天心 像天地间的这些善良 以及这些天理 一定要能够做到荣誉生活 这么一做来 我发现这个生命就改变了 奥运连连都来了 而且我发现啊 真的是面油新生 因为我游记的第一次参加精英会的时候 有其中一个学员 因为他有上台分享 所以我对他的面容我有印象 结果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到第二次参加精英会的时候 我再看到他 我想说 这个人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 不太一样 他整个人就散发出一种光芒 然后呢 就变得很漂亮 可是他也 我想看他应该没有去整形吧 可是就是变漂亮了 我真是有点惊讶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他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他应该才四十几岁 大概中年 结果他跟我说 哎 我六十了 我真是 吓得我 对 我们系统 告诉你很多的 真的 对啊 就在一个精英会 才不过就 也不是才不过 其实很多人 五六十位 就五六十位 就我才去 可能两个礼拜 就有看到 蛮多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变化 是 这有时候就是 那 你没有参加的话 你很难 知道 好 笑语讲的是什么东西 想说笑语疯了是不是 哈哈 觉得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好像 是不是就有点夸大 但是你自己参加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为什么这种氛围以前我没有 为什么我在各个团体 或怎么样打滚了几十年 我不曾担过任何丝毫的这份奇妙的感觉 但在我们创意市场系统里面 就真的会让你发现 哇 很多东西很难用科学来解释 也没有办法 像以前的经验来告诉自己 这究竟是什么 但是有时候很多学员就觉得 在超级生命码的世界里面 好像快乐是神仙 他这个感觉 就不是 不是夸张的 就自己这种洋溢出来的这种 共振的结论 就出来 对 因为像 一次精英会的时间 大概差不多 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半 那我发现里面有很多人 从头到尾都是微笑挂在脸上 都臭鼻鼻 其实这是有点难的 因为是平常下班时间 其实那个时间应该算是大家都累了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上班一整天之后 你可能要再去进修什么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去外面参加一些课程 社团 大家的脸应该都是很疲倦 脸很臭 但是去精英会完全不是这样 大家都是从头笑到尾的 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得出来 那个不是刻意的 那就是一种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笑容 对 在我们的全省各地的精英会 大家都会发现 是一种很难得的经验 因为在这种进行的过程中 很多人说 奇怪哦 今天一天工作心情不好 怎么来到这个精英会的教室 发现好像感觉不一样 然后等一下精英会进行的时候 怎么白天下午觉得不能够解决的障碍 下来间想通了 好像解放就出来了 然后就心就开了 这种Case已经 很多很多人去分享 他们参加精英会的一些案例 不难看出来 这些的确确它是在我们生活上 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我倒觉得 听众朋友们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全省各地的精英会 对 全省各地都有精英会 那每一个地区呢 也都会有一些不同场次的 台北来说 其实就已经有蛮多场次 跟时间在让大家可以去做选择 所以刚刚我们分享很多 在讲座当中 在课程当中 甚至包括 我们为了要加回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希望让听众朋友呢 也可以一起来认识 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 所以我们预计也在5月10号 这一天会来举办讲座 那详细的内容 也请大家持续的锁定 我们政生台北调平台的频道 我们都会随时再告诉大家 这个详细的资讯 以及报名的办法 那再次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6月15号到6月16号呢 就会一场这个大型的讲座跟课程 那主题是定调为 天地恩情总是爱 也希望让大家透过这个课程呢 可以更多了解 也可以去实际的实验一下 别人参加完 都有这么多不同的收获跟改变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试试看 做个实验 老师经常的来跟大家提醒 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 并不是要造神 我们也不是要玄虚 或是讲一些让人害怕的东西 都没有 我们就是用科学的方式 SOP的来透过步骤 让大家的生命有机会得到改变 所以如果想要来参加 6月15号到6月16号的讲座 天地恩情总是爱的朋友 在桃园巨蛋体育场举办 想参加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报名专线 0255995439 0255995439 那么在今天的富足人生100问的单元 也谢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太阳圣德导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也来送上这首由太阳圣德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太阳的祝福 虽然今天美语开始报道 不过还是希望呢 大家在太阳当中 就可以感受到很丰厚的祝福 也再次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5月10号下午2点到4点钟 会来举办超级生命密码的讲座 那这个讲座是免费开放 给我们所有的正生的听众朋友 如果在5月10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 想要来进一步的来听 超级生命密码的讲座的朋友 地点就办在正生广播公司 想要来参加的朋友呢 请在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电话 0223617231 转613614或615 0223617231 转613614或是615来报名 那么接下来送上的 就是由太阳上的导师 做词作曲的歌曲 太阳的祝福 也再次祝福大家 今天劳动节快乐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